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大家好 呃 我先給大家提醒大家現在一個問題 因為已經從12點 你們從12點坐到現在已經快4個小時了 我希望你們眼睛閉起來 給自己10秒鐘 想一想為什麼你們今天會坐在這裡 好 眼睛可以睜開了 好 我在這邊其實我是個Nobody 可是我今天要帶來的事情是 我想是把大家帶回到問題的原點 你們為什麼今天坐在這邊 還有今天為什麼要聽這些演講 我講的是議題 議題 議題 為什麼要講三次 因為議題很重要 下面是幾個 我們最近這兩年 2012年以來最常發 呃 台灣發生幾件大事 我一個一個講過去 大家注意一下有沒有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 美麗灣 大埔農地開發 一開始農田後來被擋下來 後來的大埔繼續是 三戶人家 張大哥死掉了 桃園航空城 最近開始有轉機了 可是怎麼樣也不知道 這是全台灣最大的開發案 再來 ETC 國道工人 無薪假諾貝爾獎 拿到現在 22K依然大家揮之不去 還有政府 甚至學校單位都有的約聘雇的問題 官場工人連線 他們沒有支錢費 基本工資 跟房價的關係 社會住宅 台灣社會住宅比例是世界上 呃 低的 物價跟薪資水平 已經開始交叉 物價已經高於薪資水平 房價與收入所的 這數字我記得有看到更高 60年 就13年而已 驚喜工資比較 都是後退的 後退的 何能 從福島之後 開始反核生 越來越激烈 我們看到美麗的 舊房子 我們想要保護 可是 沒水沒電 它就是會燒掉 再來 前幾年有黑心油 今年又有黑心油 大家吃不完的黑心油 法規永遠定得很嚴格 全世界最嚴格 可是永遠不會執行 太魯閣裡面 居然有水泥採礦場 這是國家公園 整個山頭被挖掉了 這是苗栗的道路開發案 石虎在經過路上的時候被陸殺 就是被車子黏死 山友在山裡面看到 千年的 檜木 張木 被挖掉 野生 保育類動物 食蛇龜 每年以數萬隻的數量 被走私到中國 因為中國已經把他們境內 被烏龜吃光光了 這是國外的 中途島的鳥 他們是餓死的 因為肚子裡面都是塑膠垃圾 這不是假照的照片 烏龜 從他小的時候穿過這個塑膠垃圾 各有一個加州大的大小的區域是 都是這種 塑膠濃燙 這不是假照的照片 這是真實的照片 海綿塑膠垃圾 對烏龜來講 就像水母一樣 是他們的食物 所以烏龜會吃塑膠垃圾 以上 這些議題 全部知道的 請舉手 好 那再來 簡單一點的 這些 議題裡面 台灣議題都知道 舉手 舉高一點 OK 台灣的議題裡面你們有參與過的舉手 很好 還是有人舉手 那我下一個問題是 你們 你們 知道這些議題 對不對 有一些知道 有些不知道 你們現在都知道了 你們曾經知道的 你們也參與過 對不對 可是 你做了什麼 你現在又在哪裡 你現在在這議題的哪裡 最後你做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東西 是不是這一切 又還是讓他放在那邊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可以做點什麼事情 或許會聽到一些聲音說 大哥我還很年輕啊 我才二十幾歲 我沒有錢 我沒有 我不是住地保 對不對 所以沒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接下來我介紹幾個案例 這個案例他是要 試著要去解決塑膠湯的問題 他提這個計畫叫海洋自節計畫 這是一個荷蘭的青年 那個名字我不能念 因為是荷蘭文 他在16歲的時候 他在希臘的海邊潛水 他潛到海裡面 發現了海底 漂亮的海面 海底有很多的塑膠垃圾 他覺得這個是 這是不對的 他想要解決 於是呢 他回到學校之後 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這一年之內呢 他做了Prototype 這個Prototype大家比較沒有聽過 是相對於Prototype的之前 Prototype就是一個試做 底圖那張照片 就是它的Prototype 他在想說 喔 塑膠垃圾這個 這麼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可能用一些網子 去把它們打繞起來 他做了網子 然後就搭了漁船就出去了 他前後做了兩次的Prototype 做完之後呢 他覺得 嗯 這樣不對 我似乎需要釐清一下 到底海洋裡面有多少塑膠垃圾 然後我該用什麼方式去打撈 於是他去找了 台富特的海洋 研究海洋的教授 跟他討論 他們第一先Define了 這個海洋裡面到底有塑膠垃圾這個問題 我記得那個數據很恐怖 大概是700萬噸 左右的垃圾 然後呢他們在推算了一下說 喔 那這樣子大概需要5000年才能夠打撈完畢 於是他們就去研究 他們在想 有沒有可能利用海流 洋流 利用洋流會流經 全球這個特點 在洋流的截面 打造一個可以把塑膠垃圾攔截起來的一個裝置 就是這樣這個計畫 於是他18歲的時候發表Ocean Cleanup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就是在 在各大洋流的 潔面的地方 設置這樣的 這樣子的濾網 然後藉由中間那個station 去把濾網上的塑膠垃圾回收 他說 這個計畫 預計有5億美金的產值 然後 在今年 他繼續 這個計畫持續執行 他跟超過 一千位 一千位科學家 研究 開始做研究 在今年呢 他在自己的網站 是9月嘛 他在今年自己的網站 募集到200萬美金 200萬美金多少錢 6千萬台幣 各位想想看 6千萬是你們 這輩子可以想像的數字嗎 總共有38000位 那個 那個贊助者 來自於16個國家 在3個月內 你還覺得 年輕 沒有錢 是問題嗎 各位今年幾歲 做了什麼事情 你們又關心了什麼 下一個案例 植物蛋 左邊這位青年 其實他現在年紀跟我一樣 我們35歲了 剛剛的問題也在問我自己 到底幾歲做了什麼事情 左邊那位青年Tetrick 他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位 橄欖球隊員 他去非洲參加志工服務 他眼見 非洲的人們是這樣子的過生活 在美國 是這麼樣子的資源 這麼樣的有我 要什麼有什麼 於是呢 他就立志要為 人類這樣子的 消米這樣子的 資源不平等 他做了幾個人道救援的組織 剛剛 照片裡面 右邊還有一位他的夥伴 Boke Boke是一個青年 他 立志要解決 那個養殖機場 不人道的這個問題 這些雞啊 這個雞蛋工廠的雞 他們一輩子生出來之後 就在這雞龍裡面 固然這一輩子 腳沒有 不曾踩在土地上 他們這輩子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頭伸出去吃飼料 屁股吵到後面下蛋 各位你們吃的雞蛋 就這樣出來的 這些雞在這一輩子 不斷的 生完雞蛋之後 它的原神耗盡 就被打了營養針 就被便宜的賣掉了 他們兩個碰在一起 就在想說 你關心雞的人道養殖 人道問題 我關心非洲人 他們 或者這些 吃不起蛋白質的人們 他們的問題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去做一個什麼東西 於是他們討論出來 這當然是一個複雜的討論 他們討論出來說 我們決定用植物 去做 去提供蛋白質 因為用植物提供蛋白質的話 你可以大量摘種植物 而且他們勵志要讓這個蛋白質 的成本 是低於雞蛋的 第二點 這個雞蛋 吃起來要跟一般雞蛋都一樣 於是他們開發出這個 Beyond Eggs 然後他們成立這個 Hepton 這個 這家公司 食物公司 這家公司有多厲害呢 就在今年 2月的時候 他B輪募資 獲得李嘉誠 他們的投資 2400萬美金 各位再乘一下30 這是什麼樣的數字 你們這輩子可以做到這東西嗎 你們覺得你們做得到嗎 這面投資者還有包含楊智遠 楊智遠是Yahoo創辦人 還有Google 事實上呢 其實他還有另外一輪的 另外一輪的募資 我記得3000萬 其中投資者還有他 包含Bill Gates 各位在這兩個案例裡面 有沒有發現一個事情 第一個荷蘭青年 他在17歲開始 16歲開始 致力於研究塑膠湯問題的時候 他是在念什麼 念高中嘛對不對 他在做塑膠湯的事情 需要念到大學嗎 不用 可是他去找了大學教授 所以問題不在於你學什麼 不在於你念什麼 而在於你關心什麼 我常常就看這個問題 就在想 我覺得這兩個案例 讓我很感動 就想台灣呢 台灣做了什麼東西 我認為台灣的問題是這樣 教育 家庭社會 的這些價值 毀掉了各位 還包含我自己 發現問題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從我們開始會讀書寫字開始 我們被逼得只需要面對 考試卷上的問題 真實世界的問題 與你無關 你認真念書就對了 分數比較重要 所以 前面的講者被逼得上台大 為了妥協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當我們從學校走出來的時候 才發現 真實世界的問題 並不像學校裡面學的這樣 真實世界的問題 一直都跟學校是無關的 所以呢 我們在面對真實世界的時候 永遠只能拿創新第二名 我們很會代工 我們很會把成本降低 我們很會效率化 真正的原創做得出來嗎 當我們看到雞 不能到養殖 當我們看到非洲人沒有蛋吃的時候 我們想得出植物蛋嗎 想不出來 當我們看到外面塑膠 海洋沒有塑膠垃圾的時候 我們會想到用什麼方法 我們會想到用什麼方法 去把全球的 那個海洋裡面塑膠垃圾都打撈起來嗎 我會覺得那可能跟我們無關 我們做不到 我覺得台灣現在應該說 我覺得我現在要修正 在1.1.2.9之前 台灣是缺乏改變世界的企圖 可是在1.1.2.9之後 我對大家充滿期待 我們年輕人開始有了改變世界的企圖 我們先改變我們自己的台灣 我認為改變世界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在社會上面 議題很重要 講三次嘛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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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叫做資源 三個泡泡個別有各自的箭頭 跟虛線 其實是有意義的 它有代表強度跟關聯性 我認為資源對這件事情最不重要 可是左下角工作者是最重要的 工作者就是你們 就是我們 工作者就是致力於解決問題的人 當我們發願要解決一個大問題的時候 資源會自己靠過來 於是一個20歲的青年 他可以募集到6千萬台幣 於是兩個青年 他們可以在30歲的時候 募集到2300萬美金 那個台幣我還不知道怎麼算 的這個數字 創業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嗎 其實並不是 我做的事情 想是做的 致力於把這三件事情 都在一起看 我從來不說想是做的是空間 因為空間不重要 重要的是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快速帶過 就是在台中的一個空間 這樣子而已 我希望藉由這樣的計畫 或者說不斷的對大家宣揚 我昨天被同事說我走的演講 像邪教在傳教一樣 現在一個概念 你用製造者的精神 你把你做的solution都開圓 分享給大家 最後你提供環境保育 新服務 跟文化機運 最後你創業跟 帶大家走進後資本主義 我跟東海 就在今年開始執行的這個 整創業課程 他某個程度上 是在實驗我 心理想的教育的方式 這課程是這樣進行的 我們開始先進行議題討論 這個議題討論呢 不限定 你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你關鍵的事情就可以 再來 這議題討論其實是非常 非常關鍵性的 就是你必須要問這個問題 之後呢 你拿你討論的議題 跟你初步的解決方案 Pretotype 拿出來跟這個世界做互動 這個世界才能告訴你 你的Pretotype 到底是不是對的 接下來 我們這個課程定義的不是分數 沒有人可以用分數去judge 一個創業提案是否對還是錯 只有社會可以 因此我們的index 叫社會英雄力指標 在這裡面 我們試著找回原本上司的 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此我們導入了製造工作營 我們教每個同學去認識不同的製造工具 並且動手把問題解決 同學可以做出原型 並且驗證 在這個課堂裡面 我們試著達到這個八大目標 第一個是問題 第二個是動手解決 第三個是你要補充支持 第四個是要提出計畫 改變世界 裡面其實最核心的是 右下角自主學習 我們常常都在說 為什麼我們同學們 都不想要念書 因為我們是被逼著念的嘛 我們不知道我們念書的目的是什麼 可是問題是學校 你們拿到的書 其實是前人 我們 人類 每次解決問題 所累積下來的豐厚的保障 這個保障來自於解決問題 可是我們卻沒有在去面對問題的時候 就先拿到一堆工具 你拿一堆大砲 欸我等一下是要幹嘛 我可能只要殺雞而已 我到底是拿大砲的時候 這什麼都不知道 因此我認為這堂課最重點是在於 你先帶大家發現問題 你最想要關心什麼問題 接下來你才會覺得你學校學的東西 對你的價值 那各位可以做什麼呢 請注意一件事情 知識只工具而已 各位的分數絕對不是一切 最後實做的手段 創業只是順便而已 能夠募集到200萬美金只是順便而已 真的 所以重點是你如何發掘問題 並且動手解決 最後帶回到第一章slide 一切的根源都在於 你有沒有提出問題 你是否關心 你腳踩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問題 你是否關心你周圍的人遇到的問題 從這件事情開始 並且問對問題 並且左手去動手去解決他們 以上就是我的簡報 謝謝 其實我應該不用再重複一遍 簡單說重點就是發現你的問題 我們今天很多講者也是提到說 你就要發現你生活周遭的問題 好 那剛剛空氣大哥有提到關於東海課程 基本上那一門課程 我們在訪談過程中有些許的了解 但是因為現場朋友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邊的問題是 請問你給予學生的刺激 讓他們產生的火花 他跟一般的課程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畢業是東海建築 那我一直 我從畢業之後其實我發現 東海建築這種studio式的教育 其實是非常適合拿來解決問題的 因為他不是 他絕對不會第一時間告訴你答案 因為他也不知道答案在哪裡 真實世界問題就是這樣 真實世界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那我們跟東海創意院的合作 其實是發現 全台灣的大學裡面 還沒有一個以設計學院為主體 去提出一個 真正能夠針對問題 直指問題核心並且提出解決方案的這樣課程 那這課程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並不去設限 就是一個studio設限 你想要做什麼啊 提出來 那你接下來呢 然後你提出的方案 我說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其他方案呢 我們不斷的用問問題來回答學生的答案 讓逼學生去思考 其實這個課其實非常吃重 因為你永遠沒有答案 對 那其實這堂課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試著打破所有的繁離 想吃做樂跟東海大學的關係就是一種平行關係 我們要從外部去入侵學校 hacking 為什麼這樣講 學校有學校的框架 可是外部沒有 我們在外面我們可以做得很自由 學校不能收錢我們可以收錢 我說學校說不能招外校學生 我們這邊招 所以我們做到事情是第一 不是東海大學的學生 還有其他學校的學生 有馮甲 中興等等 反正各種學校都有 第二是不限學生 所以我們這邊最老的學生是62歲的阿伯 他的專長就是製造精密的機械 各位同學怎麼可能周圍有這種人才對不對 我們希望在這邊累積就是社會資本 因為一旦你從學校走出去 你最缺乏的就是社會資本 什麼叫社會資本 就是人 你認識的人 你跟他面熟了 以後你要做任何的合作 甚至解決問題的方案 都非常有機會 這是我們在這堂課試圖去突破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這堂課也還是實驗性 然後我們把每一堂課都直播 用handout直接直播 對 我們甚至發表會上還允許大家 用handout來視訊提問 對 這是一個很瘋狂的研究 大家聽到應該是覺得非常有趣的 那有機會的話大家也可以上網去看一看 倫敬大哥他們那邊到底在發生什麼事 好 那我們就用熱烈的掌聲謝謝倫敬大哥 謝謝 感谢观看